在蔡總統過進美國之前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先到美國 第一站就是首府華盛頓特區 他先在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 跟學者閉門會談 郭台銘提早半小時就到了 我們看到他準備了不少資料 主要和學者要做哪些溝通 他都沒有回答 今天郭台銘總共三個行程都是不公開 那麼在智庫之後 他轉往馬里蘭大學 簽署意象書和合作備忘錄 台灣時間上午8點 他會和華府的玉山 有一場簡單的路邊對話 這次出訪定名為 科技經濟開拓之旅 和蔡總統互別苗頭意味農 不過從台灣出發 一直到人抵達華府跑行程 郭台銘都還沒有對記者做任何發言 GVB新聞黃宋普林佳輝 美國華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